哈囉大家好,我是藍波,現在是10月秋番時節 而說到這一季,我個人很期待的就是我的英雄學院第四季 這一段劇情可以說相當精彩 當初我在看夢話的時候,我音的BGM自己從我耳邊燃起來 那感覺我覺得很妙 沒錯,就是這首 而今天我要來介紹那個配了綠谷初九的聲優,山下大輝 畢竟在近期,我發現他配了不少我蠻喜歡的作品 山下大輝,1989年9月7日出生的他,目前為Art Vision聲優公司所屬 而他配的所有角色中,最被大家認識的就是我的英雄學院中的綠谷初九 山下大輝成為聲優的動機主要是 因為憧憬迪士尼電影《阿拉丁日語版精靈》配音的《三四紅衣》 進而成為聲優,花江也是因為這位前輩而立志成為聲優啊 而山下最初因為喜歡音樂 並在高中畢業後來到學校Muse音樂弦樂專攻聲優研究了兩年 並在學習音樂時對表演產生興趣 於是在音樂學院畢業後進入日本播音演技研究所 而到2012年成為了Art Vision公司所屬聲優並以聲優身份出道 但是本人說自己最認真出道時期應該是2013年才對 而他的第一個作品是《林莊戰士的白銀烈火》 當時他與其他200人競選這個角色 而後續他開始接其他聲優角色 並在2014年獲得了第八屆聲優獎中的新人男聲優獎 而那時候他還沒有配我的英雄學院的綠谷初九 不過我推測應該是標速宅男的男主小野田坂道 讓他獲得了這項榮譽 而山下大輝他最尊敬的聲優是山口聖平 原因是有永遠的少年心並且是個非常溫柔的人 將來想要成為像聖平先生那樣 無論何時都不會忘記少年心的聲優 就像是為了要讓世界和平並讓人們展露笑容的No.1 Hero 咳咳...有點偏了 而由於父親是網球教練 這使得山下在董事後便經常打網球 並在少年時成為了選手 並遠征到東京接受松崗修造的指導 但山下並沒有將網球視為自己未來發展的專業 而是單純把他當作一種休閒愛好 而因為自己喜歡唱歌的原因 他在母親的同意下到東京去學音樂 但這件事情並沒有告訴父親 而他在成為了山優並進入山優事務所這件事情 他也只告訴母親 但是之後父親得知消息後 山下收到了父親的訊息 兒子,你可以的 山下可能某些原因 這使得他做了許多決定都沒讓父親知道 但儘管如此,父親還是尊重兒子的決定 山下的聲音是見氣且響亮 他時常為有活力的少年配音 而我個人是因為綠谷初九 並在後面2019接觸了有些動漫才發現他的聲音 我覺得他算是蠻適合那種很認真的書聲 有點懦弱卻又不天真的感覺 但有時熱血的反差意外的很有感覺 好了,那麼接下來就是我個人的動漫推薦 那三部你不能錯過山下大灰配的動漫 首先是第三名 喜歡本大爺的竟然就你一個 如月與露 這一部是近期新番 在劇情上面是屬於校園 但不太算是戀愛的動漫 而山下在這一部配的是男主角如月與露 劇情中如月為了要交女朋友 她故意裝出遲鈍且純情的形象 以希望能讓女孩子因此喜歡上她 但她的計畫很不幸地宣告失敗 故事尾聲唯一對她有興趣的是她最討厭的對象 三色月錦子 那麼故事還會如何發展就好好期待吧 如果你正在尋找紓壓的輕鬆像動漫 我很推薦這一部 再來是第二名 JoJo的奇妙冒險 黃金之風 在黃金之風這一部山下配的角色是 Naranja 其替身能力為操控戰鬥機 赫爾斯密斯 凡是有配JoJo的神優我必定會推一把 畢竟JoJo真的是一部讓神優發揮她們各種才華的一部好動漫 Voluminum Voluminum 咳咳咳咳 再來最後是 第一名那就是我的英雄學院 綠谷初九 201910月也就是現在 目前我英已經出了兩集 我相信這對我英的粉絲來說 可以說終於是等到了 而這一次的劇情 本人我是已經看過漫畫了 不過我相信我英動畫公司的製作實力 必定會帶給大家與漫畫觀感不同的感受 而山下在我英配的角色 正是本作男主角綠谷初九 我認為山下配綠谷配得很成功 尤其在詮釋綠谷的性格上 更是增添了那種 對於自己弱小而感到怒弱的感覺 而隨著慢慢地成長 對於之後遇到的強敵 不停地突破的那種感覺 而大聲喊出one for all的那種熱血感 我只能說不單只是我英這部作品的成功 其中山下的配音更是讓那個熱血 提升至另一個層次 好嗎? 我的英雄學院12月要出電影版了 不知道會不會在台灣上映 不知道會不會在台灣上映 有很多山下配過的其他動漫 不過我主要推薦的是我看完並且覺得不錯的作品 有些都是我只有稍微看一下 但沒全部看完的動漫 所以我不敢亂推 你喜歡山下大灰配的哪部作品呢? 你什麼時候開始注意到山下的聲音呢?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喔! 那麼這支介紹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希望這支影片有讓你更認識山下大灰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藍波我們下支影片見